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情形是 它用折线图的方式来去呈现 那如果说这张图我用直条图来呈现 就要修改修改什么 修改我们这个内容 也就是从2300万到2400万 这是比较好的做法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我现在一眼画一半 所以复制它 工作图表也可以复制 连不同档案之间都可以复制 这是它后来改的 我觉得还不错的功能 然后贴上 然后把它搬到右边 那这张图呢 这张图请选直条图 用这边的功能复制贴上 常用底下的复制贴上 可以帮助我们做出第二张一模一样的图 然后切换直接改原本的折线图改成群组直条图 可是这个地方我们就必须要呈现 你有没有发现当我改成群组直条图之后 这边直接出现 对不对 这是它直接出现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必须要把这个Y轴从多少改到多少 2300万改到2400万 所以点选 点选格式 Y轴 请把最小值是2300 6个0 然后接下来最大值是2400 不用236就好了 对不对 2300万 然后236 最大值不用设 最大值不用设 用自动就好了 可以吗 因为我是从 不是从零开始了 是从2300万 呈现 然后它最多到2360万 好 你稍微往右卷动 你就约可以看到 每个月这样子的一个上升 上升 上升到 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时候 2019年的 下半季 然后它达到最高 然后就开始下降 可以吗 好 所以如果你要用群组直条图 请改Y轴 请改Y轴的直的最小到最大之间的这个轴距